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作为娱乐圈的顶流,王一博的成长时有多艰辛? 作为娱乐圈的顶流,王一博为自己所在的公司,带来了多少利益? 作为专门培养爱豆的公司,月华可以称得上是娱乐圈爱豆输出的半壁江山。 公司旗下艺人更包括王一博、韩庚、李问汉、吴轩怡等一众俊男静女们。 2019年,一部陈情令让王一博爆火,机身顶流。 很多人开始注意到了这个热爱跳舞,演技在线的男孩。 很多人说王一博是一夜成名,可又有谁知道,这个1997年的男孩。 13岁加入乐华,14岁远赴韩国练舞,17岁出道,22岁爆火。 这9年的时间,他努力学习跳舞,凭借着自己对舞蹈的热爱和坚持。 一步步站到大众面前,有了现在的王一博。 很多网友戏称,乐华前半生靠韩庚,后半生靠王一博。 更有趣的是,作为初代男团顶流的韩庚与王一博,早在十年前就认识。 那时候17岁的王一博,就在舞台上为韩庚伴舞,可能冥冥之中早已埋下了伏笔。 流量的加成对王一博的帮助是很大的。 王一博的爆火后,最吸粉的无疑是他的街舞实力。 他完美定位目标。 他赋予跳舞必生理想的光,他生来就是属于舞台。